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典赏戏 王源八段将带您欣赏围棋古典名著《樊育药处总决》 您据经节 王毅灰棋段和陈吟初段为您讲解 2012年黄龙市双灯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 王晨兴与时代九妹子的精彩对局 本周新年的开场大戏是在江苏省的江燕市上演了 这就是2012年中国江燕黄龙市双灯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 江燕是我国清代其胜黄龙市的家乡 近年来围棋活动更是开展的风生水起 继去年首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之后 今年他们引入了更加紧张激烈的擂台赛形式 参赛的中日韩三支队伍代表了当今世界女子围棋的最高水平 中国队由老将瑞乃维九段挂帅 服役唐义 李赫 王晨兴和于之盈四位小将 韩国队由朴志恩丹刚 队员包括朴志娟 李瑟娥 金慧敏和崔京 日本队的阵容是谢一敏 万波奈岁 吉田美香 向井千英和时代九妹子 本届比赛的冠军奖金高达45万元 2月1日首轮比赛中国队龙空 日本老将吉田美香八段 直白迎战韩国新秀崔京出段 经过一番苦战 吉田美香在不利的局面下 利用粘节稍后的中国规则 戏剧性的以四分之一子险胜 为日本队赢得开门红 不过接下来的比赛可就成了中国选手的独角戏 21岁的中国先锋猛将王晨兴二段 一鼓作气达成了六连胜 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会在4月6号到12号继续在江燕市进行 好 接下来呢 还是让我们请上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讲解围棋古典名著《繁育要处总决》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各位大家好 每次到这儿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学习体会繁育要处总决都是非常高兴的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 在这个繁育要处总决当中呢 这个诗箱下的下一句说的是 小非窄讯大非宽 小非窄讯大非宽 在这句话的背后呢 他跟了一句解释 我也给大家先念出来 他跟的是 凡作子以及空花得先 必家大非方为舒畅 凡作子以及空花得先 必家大非方为舒畅 那么在前面一句话 以及后边的解释啊 尤其是前面一句话 我们看上去呢 发现呢 就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话呢 发现这句话 哎呀 试想一下大师怎么回事啊 这句话一说不是 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吗 跟没有说一样啊 小非窄讯大非宽 这不是我们大家举世皆知的吗 对我们其有来说 小非是比大非窄吗 是不是啊 小非窄讯大非宽 但是实际上这句话 它的背后啊非常广大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说 是在繁育要处总决当中 我们要做科学的论文的话 这句话是最值得一做的 尤其是和现代旗结合起来看 它几乎是无言地讲了 当年的作子旗和现在的非作子旗 它的巨大的一通 就通过这句话可以说出来 今天呢我们利用有限的时间 我利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报告一下 小非窄讯大非宽 就是我有的时候在这样想 有些一句话 就像你比方说 哎呀今天这个天真蓝啊 蓝蓝的天啊 你说这句话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天是蓝的万里无云 大家一看都知道 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呢 但是呢如果是大师说出来 根据他不同的情况 联系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处境和心境 你会发现他说与不说是完全不同的 好的我们看这句话 小非窄讯大非宽 请大家看棋盘 他这个解释说的是呢 凡座子以及空花得现 必加大非方为舒畅 说的是什么呢 在清代的时候 空花就是指的这个 那么为什么会有空花和座子的区别呢 空花和座子不是一样吗 座子指的是这个 指的是下棋之前啊 双方先要放上这几个棋子 那么空花指的是什么呢 空花就指的是这个腥味 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那么他说凡空花 还有呢 我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学习古朴的一点点知识啊 因为古朴我也学的很少 说实话 也是最近刚开始的 这个小木 我们现在叫小木 但是实际上古时候这个叫小花 这个叫小花 这个人家这个 清朝人起的名字要漂亮一些 这叫小花 这个叫大花 这个叫空花 这个可不是漂亮吗 好 那么凡空花 凡坐子 坐子 坐子棋 或者是这个空的心位这个角 如果得空真仙 得仙的话呢 必加大飞方为舒畅啊 就是你必须要加一个大飞 它才能够舒畅啊 很有意思啊 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个叫大飞角 这个叫小飞角 这个叫小飞角 比大飞角小的可不是叫小飞角吗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小飞宅 大飞宽 刚才我说了 一看这字面一发现啊 这个反正要是总结说的是什么呀 连我一个刚学 围棄不久的人 我都知道 那当然了 这个更大 可不是吗 比他更小 这个更大 这个叫小铁网 这个叫大铁网 这个叫现代旗的拆编 这个叫中国流的一半 是不是啊 我们在一说 发现你等于一个大师什么都没说 实际上人家说了 那么我就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的这个感受啊 就是比较 比较笼统的说一说吧 在过去呢 曾经我有一个误区 就是什么呢 请大家看棋盘 我自己学棋当中有一个误解 一个误解什么呢 我觉得星位加大飞这个形状不好 当时这一点呢 我也结合今天学习心得 给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大飞不好 就是星位加大飞 画了两个棋子 结果呢 被人家一点脚 人家还可以先手活 说明星位加大飞 这个棋形结构 对于要成空来说 是先天不足的 所以一度我是这样认识的 因此呢 当时我在做解释的时候 我就说 在星位周边 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 星位加大飞 这个形状是鱼形 因为这个定式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也是 给咱们今天观众朋友当中 也许有对围棋不是特别熟悉的 刚接触不久的棋友摆一摆 这就是星位加大飞 人家一点脚之后 不仅可以活棋 没有争议的活棋 甚至还是先手活 为什么呢 这招棋 黑棋还要补啊 你不补 人家常出来 黑棋外边的外事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你还要补 你补完呢 我们发现可不是吗 右上角黑棋 先下了两招棋 结果白棋拿一个锄头挖进去 就把里边的羊 西瓜羊全部给你挖掉了 当时就有这个看法 当然黑棋之外是必须要有配合 才有价值等等 这些不说了 这说的就是我当时 我自己的一个误解 所以呢就发现 同样是这样 那么脚上空 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小飞好一点呢 我们请大家看棋盘 这叫小飞 所以现代棋 大家看棋盘 当代这些年轻人下的棋 他们盘上小飞 这个形状尤其多 然而 在古谱当中 可以说是看了几十局上百局啊 我只发现有一例 他下了小飞 这个小飞还不是说 人家一挂他就下 而是因为人家挂完都没走 后来因为这边的战士的需要 下到这儿来了 这招棋和这边的一个棋子 形成一个拆森的关系 他不是说 因为欣慰要小飞 而是这个只需要拆森 换句话说呢 就是在古谱当中啊 遍寻小飞的这个痕迹不见 随便你怎么找 没有 为什么呢 你要诗相下也总结了 小飞窄训大飞宽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啊 以前也多少次给大家重复 强调的 就是学习繁育药素总结当中的一些要义 一定不要离开当时的环境 人家是针对坐子棋这个环境而言的 那么坐子棋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呢 请大家看棋盘 坐子棋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也见过 我呢 确实是想要隆重推荐我们各位 喜欢围棋的 确实这个程度还比较高的 请大家有闲功夫的时候 还是要看一看古谱 古谱坐子棋的这个气象万千啊 非常之耐人寻味 好 那么坐子棋当时是怎么下的呢 白棋先走 一定是走这个 或者是多数情况下 是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呢 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大飞 他不可能小飞 因为他认为在坐子棋这个环境当中 小飞这个步伐太慢 而且你要围脚脚上 仍然也没有围上 我曾经做过一个示意图啊 我在平面杂志上做过一个示意图 就说明这个小飞为什么他慢了 他缺乏坐子棋所需要的彼此牵制的气象 坐子棋的要义就是 黑白双方彼此牵制 谁都不表态 我们都是 你一问我什么 我就说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双方都是这样研究研究 不断的研究研究 然后把棋局推向深入 到时候呢 他会自然而然的 伸出一个行奇的目标 而不是一上来 有地方时就有目标 这是坐子棋的特点 但今天呢 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展开 只能简单的汇报一点啊 请大家再看棋盘 我当时模拟的一个形态 就如果你一定要在坐子棋的情况下 这边也有人家的人 这边也有人家的人 当然这两个棋子 也是这边有对方的人 这边有对方的人 在这个环境当中 如果你一定要写实的话 你小飞 那么人家就逼住 你还要走这个 人家再挂 你是不是还要小飞啊 是不是啊 那么人家再逼住 你再跳下来 我们都知道现代棋呢 这个琴 这个小飞加二路跳 是唯控的好行 但是在古棋这样的好行啊 他是不愿意唯控的 因为过早的表态 过早的暴露目标 尤其这个效率又不是特别高的话 反而不好 在坐子棋的环境当中 请大家再看棋盘 我们现在再来审视全盘 按照生活常识来审视全盘 发现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两只脚 黑棋是很厚 是实控 但是从发展性上来说 你说在全世界 黑棋在怎么发展 难道你不觉得四周都是白棋的人吗 当然从围棋的好坏 好物这个角度出发呢 你还是很难断定 谁更好 白棋也不见得更好 但是我们从发展性 这个角度来说 你说黑棋的发展性 怎么展开 他难道没有归缩于 一玉两玉的 归缩于一只脚 两只脚 这样的一种嫌疑吗 有欠进取的嫌疑 不是有吗 好 我们再看棋盘 所以在古棋当中 他根本就没有小飞这个下法 这是有非常好的故事 那么 他就是大飞的 那么对方也许是逼住 或者黑棋这招棋 先划分白棋 白棋也送他一个大飞 必加大飞方为舒畅 诗乡下说了 然后黑棋再走这个 白棋再走任何的棋 黑棋再给他划开等等 这就是古棋的气象 那么在这儿呢 我觉得我今天只能点到为止 就是说到 诗乡下说的小飞载讯大飞宽 实际上它是和坐子棋的 那种布局气象 一生下来 它就有的那种布局气象 当时这个棋盘放 这个棋子放在棋盘上 盘上的温度是多少呢 就是20度左右 不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到40度了 所以要结合这个去理解它 另外我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棋例 这个非常有趣 这个棋例是说的什么呢 就是 事实上呢 对于坐子棋这个下法 当时的日本人家也是知道一些 但是欠缺资料的说明 总而言之 当时棋盘啊 在日本棋界也是盘上的新位啊 也是满天飞的 在有一种情况下 比方说让子棋 那么我要举的一个棋例是什么呢 是一个日本的 大概他那个年龄是比诗乡下 范锡萍他们还要大 但是是跟我们的黄龙氏 就是明末的黄龙氏呢 大概相差无几 他就是著名的本应坊倒策 那么本应坊倒策在他下的让子棋当中呢 就是 下出了跟大飞相关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棋行 那么这个当然又是一个大话题了 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 他们都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一般的联系 这个呢就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主要是把这个有趣的棋例摆给大家看看 当时倒策开发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棋例 请大家看 他就是白棋让子棋的时候 他先挂 那么黑棋呢 人家都知道中国的是 凡坐子及空话 得机必加大飞方为舒畅嘛 所以他一挂人家就大飞 然后他再一挂人家又大飞 必加大飞方为舒畅 接下来 那么倒策他是怎么表演的呢 倒策呢 他是日本棋胜 好多日本到现在日本棋手都认为 好多人都认为他是古今中外 古今以来啊 最强的棋手 但是呢老早老早 我们吴清源大使 以及别的一些日本的有识知识认为 当时倒策被日本棋械奉为神明的 奉为神明的倒策 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的黄龙士 他们的棋力是不相上下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棋啊 请大家看棋盘 他一撞 人家一扳 然后呢 他咔嚓一断 棋风断触 棋冲断触身 那么对方因为是让子棋 所以下得很稳啊 他就退 结果呢倒策这边又来撞 一撞呢 当然人家又是一扳 然后呢 他又一断 这会儿人家也是啊 断向一方长嘛 不惹啊 就在这个棋形结构 棋形组合当中呢 后来下出了非常有趣的 有戏剧性的一个变化啊 我们看一下这是倒策设计的 流传了三百多年下来 他就叫吃 你不能被人家拔花吧 所以你只能尝 他再叫吃 这个你同样不能被人家拔花吧 他下一招黑棋再尝 这个棋形放在这 我稍作停顿 请我们广大棋友 自己感受一下 下一招棋在哪儿 毫无疑问 下一招棋是 两边同行走中间 就这个棋力啊 其实固然不能说 白棋就一定多么多么有力 但是呢 白棋确实就把这个棋子的活力 以及敌我双方的棋子 如何协调这个粒子 就下出来了 确实下得很好 这一挖 这下黑棋不能动了 一叫吃他就长 两边的两个子 他必吃一边 一要下边叫吃 他就这个长 两边他又是必吃一边 所以这个棋力啊 我觉得呢 虽然他非常有戏剧性 非常俏皮 但是是真事啊 这是历史真事 同时呢 他也说明我们棋子啊 人多不见得好 在有些情况下 你看棋盘的下边 黑棋人多少啊 黑棋人比白棋多多少啊 但是下成这样之后 大家留下印象啊 这招棋实在是 开胃啊 非常好 好的 今天就以这个棋力啊 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结束 总而言之呢 小飞载讯大飞宽 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我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 还可以就这个话题接得聊 好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我们再聊 好 感谢王源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王玉辉七段和陈盈出段 为我们点评一盘 2012年黄龙市双灯杯 第二届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上 王晨兴与时代九妹子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那好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是由我们中国的王晨兴二段 对阵日本的师代九妹子五段 而且在此之前呢 这个王晨兴呢 已经取得了四连胜的好成绩 可以说呢 是势头正猛 别看呢 他是九一年出生 他的战绩啊 可一点都不可小事 他是我们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和全国致运会职业女子个人冠军 还在郑冠庄啊 这样同样是女子擂台赛上 取得了三连胜的佳绩 那成绩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郑冠庄的比赛呢 应该说 跟我们这次的黄龙市杯的这个 三国擂台赛呢 是有相向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我们这次举办三国擂台赛 三国女子擂台赛的一个前身的比赛 也就是说他在那样的擂台赛中呢 已经有过连胜的这么一个经验 所以呢 在他下这次比赛的时候 应该说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 这个时代九妹子舞段呢 说实话 我对日本的棋手 女棋手真的是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真的是不太了解 但是他能够代表日本出战 应该说也是会有相当的实力 对 据我所知呢 他获得了两年的日本的本年访 女子本应访的这么一个冠军 对 应该说那也是日本女子棋手里的这个顶尖的人物了 因为在日本呢 是男棋手有七大头衔战 这个我想我们很多棋友们都知道 但是呢 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呢 是女子棋手呢 也有相应的一些头衔战 其中这个女子本应访呢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在女子的比赛 她能够获得过两次这个冠军 应该说确实很有实力 但是从年纪上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的王晨星更为年轻一点 是九一年出生的 是是是 那个时代九妹子是76年 对 应该说是两代人了 两代人了 那个王晨星还不到21岁的生日 20出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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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妹子比他大了15岁多 那就是真的是两代人了 是 那就是可以说是这盘棋呢 其实也能算成是新老对抗 嗯嗯 这几年 日本的棋手呢 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啊 在这种 三国的对抗中呢 应该说是明显落雨下风的 嗯 有一些内在的原因 我们也不在这里过多的探讨 反正 下起棋来呢 就是你还是不能轻视日本棋手 他们的功力啊 还是比较深厚的 嗯 是啊 在本届这个黄龙式双冬杯的第一局中啊 呃 吉田美香老师呢 就是半目险胜催精 啊 对 我觉得这个有心理上的因素 其实吉田美香也好 时代也好 应该说下了这么多年棋 对维棋的理解还是 还是有一定功力的 嗯 你要是作为年轻的棋手 觉得跟日本棋手下 就有轻敌的这种心态呢 这个棋其实很容易下输的 对 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嗯 其实我呢 嗯 在十年前的时候 经常去参加这个 三星杯的预选比赛 那时候呢 我在那个那项比赛上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嗯 就是基本上一去下预选 就是获得 通过打动比赛的 本赛 几率很高 但是其中有一盘特别特别危险的棋呢 就是对日本的一个女棋手 叫神元石子 这是02年的一盘棋 正好十年前 正好十年前 对 这个日本女棋手呢 应该说她的实力还比不上时代她们 今天美香还比不上 因为她没有获得过特别好的成绩 但是就在那一场比赛里 我一个大意差点就输了 差点翻转 差点就输了 对 那是正好十年前 她的实力应该说 嗯 还是挺弱的 但是呢 由于日本棋手 她所受的这种训练啊 还是相当的专业 对骑行和官子的这个基本功呢 是非常的好 对 我开局的一个大意 一个定时亏了很多 到后来就是 一直到中盘都没有搬过来 到最后也是赢得非常的侥幸 赢了一点点 就那盘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我在那项比赛里呢 就是战胜过很多日韩的 这个一线的男棋手 但是就那一盘棋 给我印象 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我知道就是 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轻视日本棋手 对 还有王老师 千万不要轻视女棋手 这个我从来没有 这个从来没有过 我们来看棋吧 好 这盘棋 王晨兴的黑棋 然后小木 白棋选择了直接挂奖 这个有点少见 也是和吉田美西洋 和最近的那盘棋很像 我在想啊 那日本棋手 如果是在就是他的第二手啊 他就选择挂角 而且没选择站角 是不是有点想打破 黑棋布局的意图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因为本身这个不去站角 而先挂角呢 有多少有一些吃亏的嫌疑 四个角嘛 一人站两个 应该是很合理的一个一个解释 但是这个直接挂角呢 即便黑棋不走任何的棋 黑棋去站角 对 感觉黑白棋的这个站角 站到高木的位置来说呢 也是实地上面是容易亏损的 我觉得也是你刚才讲的 这么一个因素吧 因为可能作为日本棋手呢 他心里也明白 就是日本的女孩子呢 生活平时比较优越 她们不像中韩的这些年轻的小女孩 在中国呢 是在国家队 那日本呢 有很多 韩国有很多的这种研究会 女孩子们经常会去 进行很刻苦的训练 那相比于中韩呢 其实日本的这个女棋手啊 她不需要在职业比赛中 获得特别好的成绩 她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 因为日本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范围 就是女孩子旗下的还不错 长得呢 稍微漂亮一点 然后就可以去下很多指导棋 指导这个政治家 或者企业家 或者一些有身份的人 那从中获得的这个指导费呢 比有的时候甚至比拿一个冠军 都不一定的少 这个是女棋手在日本啊 非常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日本女棋手呢 她由于没有经受过特别刻苦和特别系统的训练 所以呢 对一些布局的这种常规的套路 或者说复杂的变化呢 她不会很了解 从这个角度出发 那在开局的时候 像几天美香也好 像时代酒美子也好 她去下这种非常规的开局方法呢 其重要的目的 也是想把大家都拉入到一个就是 看不清的一个局面 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开局 这样的话不是机会就均等了吗 对 而且呢 确实这个汪辰兴呢 是90后的棋手 而是在酒美子呢 是70后 是 确实如您刚才所说啊 已经差了一代人 那她可能想呢 就是对于以前 比如说70年代啊 80年的棋谱 可能作为白起这一方呢 就会更为熟悉一点 是 是 我想她一定是有这个因素 要不然她也不会说 明明知道有吃亏的可能 还故意来采用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方法 这也是 应该说是费了一番心思 对 一种战略战术吧 然后脱退 脱退 这虎我觉得也小有问题了 就是交换这两手棋 差不多达到目的算了 那我就脱先了 就这样的讲 无论怎么这样的讲 这样的话 应该说已经把黑棋 有可能形成复杂变化的一些可能性的 都给消除掉了 本来她不交换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啊 比如说黑棋有几种布局方法 一种是挂角啊 挂角形成迷你中光流 这个后续的变化比较复杂 对 日本棋手 我觉得实在起码没有什么太深的研究 还有就是手脚啊 手脚挂角加工啊 这一系列的在男棋手中比较流行的变化呢 那因为中国是国家队训练制度 就是一般男棋手下国的变化 都会有教练负责去传授给这个女棋手 对 他们会集体研究的 没错 他们的研究的熟练程度呢 也一定是远远的胜过于日本棋手 所以从时代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角度出发呢 他交换这两手以后啊 再回过头来站脚 已经可以把他担心的这些复杂变化给避过去了 后面比如说黑棋断 黑棋断白棋就算退了柴尔出来 这已经是可以形成另外一盘棋了 最主要是这个虎呢 一定是走不着先手了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刚才黑棋直接拖线的话呢 白棋还可以拖进来 在这个局部的定势呢 可以形成像白棋比较有力的 这么一个定势的发展 也二打一的话也不算吃亏 交换完这几手棋以后呢 脚上的这个有力地形啊 已经被黑棋抢占了 这时候黑棋走完了以后 白棋还要继续走 显得有点致重了 在这个局部手术花了太多 对 然后黑棋就脱线了 白棋再靠下去 白棋再靠 这个时候后面的这个定势呢 是值得骑友们学习一下的 如果这时候黑棋的 白棋的这个字在这呢 当白棋挤的时候 黑棋只有接 黑棋这个棋只有接 白棋长 排一下 这个是定势 这个定势呢 应该说比较常见的 那现在白棋这个虎在这 总感觉虎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形状 白棋如果还是下成刚才那样 会比较有弹性 虎一个可能会比接在这更好一点 但是呢 黑棋实战的这个打吃呢 是好奇 这个拳局感非常好 那这个脚就被人家吃掉了 难道不心疼吗 然后再立下去 对 从局部来说呢 也算是一个两分的定势 两分的定势 如果是 如果这个字在这里的话呢 白棋好 对 那黑棋的这朵花我觉得还有一点薄 有可能人家还会逼过来 对 那这个虎在这儿会比这个粘在这儿 黑棋要厚很多 要厚很多 即便是这样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白棋的 因为我觉得白棋把黑棋的脚给拿了 但是 黑棋速度快 黑棋已经多占了一个脚了 然后你虽然这个脚是你的 但是它外面开了一朵花 这个花非常有价值 最主要的是 当然你这个子的位置 是黑棋选择这个定势的一个关键因素 你现在在这里的话呢 黑棋实弹这先点一下很舒服 对 这里就白多了一下借用 本来如果白棋这个子在这儿的话 这个借用是不存在的 这儿白多了一下借用 它实弹 它实弹走这个也很奇怪啊 为什么不走在这儿 对 为什么不见到这儿 我也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 它不管走什么 黑棋外面还多一下打尸 对 这还是有一个 还是有一下先手 如果在这的话 人家刺还是先手 它是不是这么想的 它不想让它刺先手 那这个棋先缩回去总是不肯的 对 这梦树上毕竟是先把自己的空先缩小 这个总是走在外面的 其实下到后面收关的时候 这两个字差别还是挺大的 不管怎么说 黑棋这里点了一下 外面还有打尸 弃掉这两个字 也还是算比较有收获的 所为黑棋来说可以接受 然后黑棋再拆回来 其实白棋这个缩和退回去 我觉得要差一个贴目了 至少半个贴目是肯定有了 除非有一种情况 就是将来这个子呢 比如说白棋下工的时候 还能把这个子吃回来 把这个子吃掉的时候 这个子的好一点 你这个团面后手的 但是眼下这个情况 应该总是走在外面的 总还是要尽量去走在外面 这个不明白 这个是可能 它缩回去就让这个子的价值 就突然间就变大了 这很明显吃亏 黑棋这个拆小有问题 这应该拆在这儿 那就是说您觉得这边已经很厚了 所以要往上面拆一点 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是这朵花 如果你看成这样的话 就是这朵花后还是这个后 应该是差不多 是吧 对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的话那就显然应该走在这儿 这是一二三四路 一二三四路 这个是中心点 拆边的时候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呢 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就是尽量走在中心点 那白棋分头的话呢 白棋也应该是分头在这里 这个是中心点 对 白棋也不会走在这儿 对走在这儿的话 就离这个后续太近了 所以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拆边应该拆在这儿 当白棋挂脚的时候 黑棋再跳或者打钉 这两个都可以选择 中心点站住以后呢 会对后面的局面进行 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是王晨星他 不够 在布局方面想的可能少了 他要多想一想 应该能够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没有动太多的脑筋 已经觉得比较满意了 确实这个局面下成这样 从布局的角度来说 还是黑棋得分了 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白棋从上面挂脚 可能呢 王晨星是想把更多的时间 留到后面吧 也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准备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 是每方一个小时 然后一分钟一次 那就是三国类材赛 农心杯男子的三国类材赛 也是采用了这样的规则 其实这样的规则呢 我觉得对于日本棋手来说 相当的不利 不太有利 相当的不利 因为中韩的 不管是男女棋手 中韩的棋手对局量大 对局量大 然后平时经受独秒的 这个训练的机会也多 下棋下的独秒的时候呢 其实往往是平的 是经验和感觉 计算的层面呢 反而是要靠后了 那日本棋手呢 因为平时实战的机会少 所以他们一下子 独秒的时候 这个 很容易慌 对 犯错误的几率要变大 那像这首棋 我也觉得有点疑问 这个局面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把棋走在高位 想限制黑棋吗 其实黑棋 只有这一条边的发展 这个也很难做成形式 如果说这两个星位 换一下的话呢 可能白棋 还要提防一下黑棋 会不会形成大的形式 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被打散了 白棋这个棋 还是应该往里飞 或者直接拆 就是把棋走在地上 这个抬起来 走高位 去重视形式的发展呢 在这样的一个 布局条件下呢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这样的话 将来黑棋 会留有这个打入 白棋在实地方面呢 会有一些吃亏 这个是高拆的 这么一个缺陷 小的一个问题是吧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突然间反应过来 就是飞棋挂脚之后 飞棋是不是应该高拆 这样我就可以 和这边的形式相呼应 也没什么必要 其实因为 它主要还是一个对角型 它有一些特点 像我们看 虽然这边不是对角型 是后来形成的定式 但是实际上 双方被分割开了 就形成这样的 斜形的 这样角的 什么一个方式呢 任何一方 再想为大形式 都不容易 在布局阶段 想为大形式 都不容易 那就是说黑白双方 都应该是 一上来就强控 就现在嘛 起码要有这个意识 就要进角了 对 其实呢 究竟什么时间强控 什么时间 去重视外事呢 这个不好有一个 特别固定的定论 也不是说 凡是对角型 就一定要强控 也不敢这么说 但是起码要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 像时代他下这个棋的时候呢 可能在这方面 不是很敏感 应该说 就根本没有 过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字 如果是放在这儿 你挂脚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跳到高位 这样的配合呢 应该说 比实战的配合呢 看上去更有美感一些 也更好控制局面 因为我在想啊 您说这个白棋 它是都是走在地上 那黑棋是不是 就走在外面 就可以张起来 嗯 其实这个棋啊 不要看白棋在这里 获得了一个 十级木的棋子角 黑棋的实地呢 其实并不差的 人家这个地方 基本上已经是 黑棋的实地了 这个局部的定设呢 确实点控起来 好像白棋的空挺多 但是由于黑棋 这个早先提了一朵花 很早地提了一朵花 外面是很容易 把这朵花变成实地的 嗯 所以 还是 白棋还是要重视实地 否则很容易 下了下的空就不够了 哦 对 然后黑棋 飞进角 对 这个飞还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飞 可能比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 拆到行为要 更好找 更实在一点 嗯 是 更实在 然后白棋挂角 嗯 黑棋 这坚挺好奇 这个坚挺一看 还是 嗯 然后陈欣还是受过 男子高手的指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 其实我特别喜欢下这个肩顶 嗯 可是呢 如果是一些老骑手 或者是在我之前接受 训练的 嗯 熏陶的这种呃 骑手呢 对于这个肩顶 觉得有点排斥 有抵触 有抵触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边 三连心啊 对 这边有个子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选择肩顶 那这边人家明明可以立二拆三 我就觉得这样的 骑这个肩顶 下不出手 对对 不只是你 我们小时候 受训练的时候 也说了 嗯 如果 如果这里有个子 才可以立二 就让别人只能立二拆二的时候 才可以肩顶 如果这边都宽着的时候 确实肩顶不太好 但是现在的围棋 21世纪的围棋 很多理念都跟以前不一样 要重视实地 就是不让它进脚 你那边愿意拆三 就拆三 没关系 你拆三 我得肩三三 反正我每手期 都有很大价值的实地 这个呢 确实是现在围棋的 一个理念上的变化 对啊 而且呢 在这个局部 人家还可以直接逼过来 那我就会更觉得 这个肩顶不是有点帮忙 对 但是黑棋确实有实地 应该说是一种下法吧 也未必说非得去肩顶 但是这个肩顶呢 是很多现在男棋手 都特别喜欢采用的一种 守住实地的一种方法 那问题是他没守住 我记得啊 当时呢 我学习的时候呢 老师会告诉我 你肩顶一个 第一是给人家帮忙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对自己自身的帮助并不大 因为这个点三三 依然还存在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棋手 仍然喜欢下这个肩顶 难道这个肠一个用处不大 这个点三三 现在大家也都不怕了吗 有什么新招 这个解释起来呢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解释透 我们就说 如果你直接走的话 它毕竟一手席就进脚了 它直接就进脚了 它不用冒着什么战斗的风险 直接就进脚了 你肩顶了一下以后 毕竟这个点三三呢 是未来的手段 不是眼下的 而且你点三三 黑棋的硬法有很多 黑棋哪怕团柱啊 这个也都有可能 就是起码你再掏起 黑棋的这个脚来呢 也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 它先手都在说 以后万一轮它下 它一般沾 它脚上的空不就是很大了吗 对于 对于很多棋手来说呢 考虑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以前的更 以前的棋手 更多的考虑是全聚性的均衡 现在的棋手呢 基本上考虑的是 眼下的实地会不会受损 对 只要眼下的受损了 那就不能接受 这个 有这样变化的趋势 至于为什么会有 这样变化的趋势 这个我也没想明白 反正 大家下棋都是越来越财迷了 越来越重视实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之后它这个肩顶 到底是会给它带来的好处 还是弊端 现在黑棋小肩 黑棋小肩 然后白姐肩 这样双方继续走一个定势 这个定势实际上呢 是需要有争子配合的 白棋在争子不利的情况下 选择这个定势呢 多少有一些 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看啊 这个棋呢 很很有意思 一般来说 可是我见着很多棋手 其实在争子不利的时候 它也会这么下 第一呢 这手棋反正是 对于这边来讲 第二拆三 位置刚刚好 然后呢 也同时限制了 这个子的动出 这个 争子不利的时候 还是要有特别好的配合 而且呢 我们看这盘棋 首先挺有意思的 就是黑棋这个点啊 在便宜的过程中 意外地起到了一个 引针的作用 对这个我想是 出乎对局双方的 这么一个意料的 这个绝对不是设计好的 那既然白棋已经这么走了 就是被别人尖顶了一下呢 白棋确实也只有加工这个 因为如果你要尖三三 让黑棋拆二拆出来的时候 白棋这个字 真的就只能立二拆二了 这个也是挺不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已经下成这样了以后呢 白棋这个飞是无论如何不能飞的 不飞 这个必须得尝 这个怎么能容忍 这个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被对手打吃一下的 被打吃一下就很夸张的一个事情 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长 那我在这边走怎么办呢 在这边那就再进行作战好了 那就再调出来进行作战 这个子不怕冻出去吗 长了以后还好 不怕 这个被打吃一下 打成钉四 对于任何一个男棋手来说 我觉得都是无法忍受 这个形状被打成钉四 这个虎一下 跟别人党的交换 真的是 围棋以外的那是 不能考虑的 那在想 那还不是直接压好了 直接压 然后让它退我长 或许 你说的这个变化 或许是可以考虑的 就不做这个交换 也许下成这样的话 真的比 真的比它这个飞还要更好一些 当然这也有弱点 就是这边的靠呢 是黑旗的一个残留的手段 那如果这个加工始终都不太满意的话呢 那王老师我又想推荐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从这个地方碰一个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个碰或许也比它实战要好 刚才我本来也想讲的 碰的话黑旗只能搬这个 因为搬白旗断这个针子 这个时候这个针子就用不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现在断黑旗打吃 看的是这个针子 对 现在白旗可以打吃完了一针 这个正好能针掉 这个子没起到引针的作用 跟刚才那个针子略有不同 现在这个黑旗是跑不出来的 正好被白旗针掉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旗吃亏 这个定是黑旗吃亏的 旗友们需要注意 但是这个碰的时候呢 作为白旗来说 碰之前一定要先计算好针子 如果黑旗这个搬完了 打吃 蒸不掉这颗黑子的话呢 白旗是不能这么下的 这个定时是需要 旗友们牢牢记住的 对 要注意 其实呢 这个碰呢 也会产生一个针子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对 很多职业洗手 其实在这都犯过这种错误 所以黑旗大概 对付白旗这个碰呢 黑旗大概会这么下 会搬了立 搬了立下来 然后白旗尖 黑旗压两下 再压 对 继续压 保护一个 这个还要拐起来 这个要拐 对 这样的话呢 局面比较均衡 就作为白旗来说呢 实战放弃脚上的实地 去经营外面呢 还是 多少有一些风险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全局来说 看上去比较均衡一点 我觉得 如果我下白旗的话 很可能会 对很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 实战加工呢 也不能说是恶手 就是我不是很欣赏这种 把时空传都给别人 然后去经营中央的这么一个下法 但是这个不是恶手 不能说是恶手 只能说是一种选择 我在想他选择之前 不会是望看了征子 然后到需要征子的时候 然后一算 哇 这个没想到 这个子还能派上用场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觉得 这样的情况 在我的对局中是时有发生 想当然的 以为可以征掉 但是我觉得 在这么大的一个职业的 世界型的比赛里 一般起手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会很谨慎 对很谨慎 我想这个应该是 他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下法 应该是经过判断的 判断之后的取舍呢 就是根据棋手的风格来确定的 这个不好说 但这首棋一定要唱 这个飞是真的不行 这个飞真的是不行 当时我还看 我觉得这首棋好像也不错 我也见有人下过 而且这边呢 不是刚好立二拆三吗 我还觉得还行 这个他实战呢 没有马上打掉 我也挺不理解的 我也挺不理解的 其实如果不马上打掉 白棋把这个补回来的话呢 白棋这个每个字都在位置上 他花了两首棋 也不亏啊 每首棋都没有浪费啊 这就本身就是定式嘛 你本身就定式完了以后 你需要在这补一个嘛 所以黑棋呢 需要马上打掉这一下 一定要马上打掉这一下 其实这一下没打掉呢 后来会生变 打掉完了之后呢 白棋就不好补了 对白棋再补到这儿 那外边白给来个打吃 所以说这一下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被打到一下以后呢 白棋已经没法补 但如果不补的话 将来这种地方发生战斗啊 这两个子会非常地有价值 也就是说白棋外面 根本就不能够完全地当后世用 这一下尤其被打上钉四 在心情上也真的是无法接受 对 而且对方是日本棋手 因为日本棋手呢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讲究棋型的 所以呢 让他们在棋盘中 在对局上 产生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于他们之后的这个心理 没准都是一个打击 我觉得呢 看来也不见得是 所有的日本棋手 都那么重视棋型 他这个白芳 如果真是那么重视的话 他就走在这儿了 那他肯定就尝了 那这个 那这个还是应该要尝 这个被打吃一下 无法接受 太难看了 但是这个时候 王晨星呢 也走了莫名其妙的气 他为什么不打吃呢 他想着 我就是先保留一下呗 保留一下 他实战走的是这个 是吧 我觉得他这手棋挺小的 这手棋恶手 这手棋非常的小 白棋马上补回来 黑棋就占不着便宜了 如果要飞的话 也是要先打吃完了以后再飞 勉强还能接受 但是这个时候 他直接飞 白棋即便把这个马上补回来 全局来看呢 黑棋也错过了很好的机会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全局是没有优势的 是看不到有什么优势的 因为白棋确实 如陈昀所说 这边的配置是非常好的 全局的配置也是不错的 这时候这个子的位置 甚至比这个还好 所以 就这一下这么愉快的打吃 有什么保留价值 也没看明白 但是不是说 你们高手经常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有些变化 和自己必然的先手 一定要保留 不要说见着要打吃 所以说就打上去 肯定是有的时候会 顾忌这样的 要活学活用 一定要活学活用 这个不打吃没有道理 他非那个 像白棋来点三番 对 那 点三番这个确实也是 大家千万不要懵啊 因为就是说 有的时候要保留 有的时候不能保留 肯定说 王老师你怎么说话 前后不一句呢 您前几天还告诉我们 应该保留呢 今天怎么就不保留 对对对 这个那这个 讲解者就没有办法讲解了 然后这个时候 现在就点三三 对对对 这个利益稍有过分之限 这个点三三会不会有点 太着急取控 因为他这时候确实 最佳的手段 肯定应该补这个 我相信很多男子骑手 碰见这种时候 你没有打吃我 他想都不用想 直接就补上了 闭着眼睛也要吓得 但是呢 作为白棋来说 可能嫌这个有点缓 他这个点三三 确实不是最佳手段 但是如果不补的话呢 如果他已经放弃 这个补的手段 那点三三也还可以 其实对于这个角呢 我经常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人家这边 多了一个子的话 我会毫不吝息地 把三三点掉 如果这边他差一手 其实我觉得 我这边也可以走 这边也可以走 那还不如不走 让黑棋先选择 如果您选择斑毡 我就从这边走 如果您选择连 我就从这边点三三 对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要看场合 像这个局面 如果说轮黑棋下一个 黑棋这手机 价值也很大 那我再点 你再点三三 它就算团度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飞不出来 你等于多 就是肩活一个小脚 活小脚的同时 还要伤外面 所以这手机 价值还是很大的 在眼下这个局面 在黑棋走到这手机之前 先点三三 也是 挺考验黑棋的 也是一步好棋 也是一步好棋 黑棋现在立了 就不肯团 黑棋其实 也不一定不肯团 我觉得要不然团一个算了 实在那个力啊 被别人跳出来 活脚活得还是有点舒服 但是它团呢 有可能有担心的地方 人脱纤了 对 已经 大家不脱纤了 它可能会飞 飞一个 飞一个我就拐 然后去 再飞出来 这样的话 对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块鸡没活 以后对别人翻打一下 黑棋局部连一只眼都没有 这个是对黑棋来说 比较难以接受的一个地方 它实际上的力呢 其实也是 显得稍有些强硬 稍有些强硬 下穿这样的话 比如说 跳两下再补回去 可能算了 嗯 它这个力 心情可以理解 确实这个团成一个三角形 在外面还没有封住口的情况下 马上去团呢 很多年轻棋手接受不了 但实际上也不是为忍耐的一种方法 不过我听您这一讲之后呢 我又要感叹了 因为在看见点三三的时候呢 我们多数骑手啊 在很小的时候 是比较心疼这个空 都选择了团 然后在之后呢 由于这个随着老师不停地给我们灌输理念 然后说呢 只有两种选择 要不然你就挡 要不然你就立 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团的这个想法 就把这个从脑海里 其实彻底就排除了 这个团和尖 就彻底的排除了 是 这个尖确实应该排除 但是团是经常要用到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 你可以用 因为这个力呢 眼下这个力啊 其实对全局的厚包影响不大 如果白棋这边是很薄的棋 点三三的时候 确实应该力 力完了以后要攻击白棋的外面 现在白棋已经很厚了 你不可能攻击到它了 在这个局部为了失控呢 稍微做一些忍耐 其实是 还是不要把这个团 从脑海里就删除掉 不要删除掉 我都已经将近 好像就已经删除了好几年了 你可能已经是删除了 你可能脑子里只有这两种下法 你把这种再加进去吧 还来得及 把它给恢复一下存到 好 然后再点 因为我确实觉得 现在下的人越来越少了 尖一个 是 这个挤俗手 俗手 这个要走就单靠 单靠 这个王神心在这儿 用功用的还不够 单靠你不能搬 对啊 那我肯定不能搬 你大概局部就是 煎一个坐活 煎一个坐活以后呢 也不挤 也不要着急挤掉 以后又走可能是单退的 单退完了以后 还保留这个 单退有可能是先手的 你这时候黑棋局 往中央走一走 也不用走 他也搬不出来 征子也不利嘛 这个挤掉是大速手 不应该走 这个应该保留 这个不能保留 因为以后退一个 有可能是先手的 他又搬不出来 其实招什么 挤掉 而且挤掉完了以后呢 这个局面啊 挤掉完了以后 这个局面也应该搬住 搬住啊 还是应该让他去做活 对 那在左边呢 再往中央去跳 挤掉就挤掉了 虽然有点吃亏 但是也应该走 他实在这个跳呢 白棋长在这儿 黑棋有点难过 对 这个地方还要着 黑棋的断点 而且啊 这个空啊 就被白棋就这么都拿了 先手活很心疼 实际上呢 从现在也可以看出 这手棋的价值确实不大 这手棋很可能 就应该打翅膀以后 就拆个二 以后你点三三 我就团住 就起码黑棋在这边的空呢 还是获得的价值 还是挺大的 现在白棋这个点三三 你立在这儿 确实看上去 气和比较足 但是白棋活完棋之后呢 黑棋并没有什么 有效的发挥 实质性的收获 对 没有实质性的收获 也很难发挥外势 那这个棋 下到现在 黑棋是没有优势的 因为这边有断点 好像也来不及 把这个子马上就蹲出来 来不及 非但来不及 而且呢 后来马上王成心就 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破绽 这个 充了 加掉 黑棋就 这盘棋最大的危险 就到来了 嗯 沾上 然后他现在跑去打一下 打不着了 啊 这时候棋打不着了 这个还能打不着 现在白棋下得好的话 应该直接冲断 哦 原来这个不是决签啊 你看看这个局面 被白棋冲断以后 黑棋两边怎么办 那我 如果是我说黑棋 我大概会打一下 嗯 然后再压一下 这空气的太大了 不想抢个线 我赶紧把它提了 这边很轻 其实 你现在走完了以后 这边还要遭受攻击 真是 这边明显还是要遭受攻击 你这边的空就已经 跟后面的实战相比 已经损失了二十木齐了 怎么也得有二十木齐 对 损失了二十木齐以后呢 你看看你当时 这个腥味坚定 加一跳的紫 还是骨齐 嗯 还是骨齐 而且一时半会儿 还安定不了 你这边其实 虽然提了朵花 但是由于多了 这个紫的存在啊 对 好像就觉得效率 好像低了一些 这边花的价值 已经很小了 本来你这个紫 要放在这里呢 就力量会大多了 正是因为 它没有先打吃 先飞的 以后再打吃 已经不是决先了 已经不是绝对先手了 白棋是可以脱先的 尤其是黑棋 这面临着 这么大的一个破绽 一旦被白棋 抓住以后一冲断啊 黑棋这番棋很危险 哦 原来这个打吃 竟然还可以脱先 我觉得简直是 让我大开眼睛 如果没有这个紫的话 基本上是不能脱先的 就是刚才黑棋 直接打吃 你这个必须得解 那黑棋已经有了这个紫 那就证明了 再打吃再拔花的价值呢 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 嗯 这个时候 我想 作为 就是王成心打吃的时候呢 作为日本棋手啊 他可能根本想都没想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日本棋手啊 好像惯性思维 这个子不能被提 这个子是鸡金 嗯 但是这时候 这时候冲断真的很厉害 这时候冲断 基本上 黑棋只能弃子了 对 你想想 这个字肯定不能再要出 再要出来 我觉得这边黑棋太重了 对 而且我觉得黑棋 现在就是想 赶紧找个新手法 再提了 但是这个提呢 其实 看上去视觉效果是挺好啊 嗯 实际上提掉的话呢 具体实际的木数上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而刚才冲断以后 你如果只能这么弃掉 这个底下的木的价值啊 就非常好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点 这时候 如果把这个都吃掉 是不是这个子 哎 他还便宜了 便宜了 让你这个团都变成后手了 所以这边实际上 黑棋这两个字和这边 大龙呢 都是很重的 很沉重的 不能够轻易的弃子的 嗯 可惜白棋呢 错过了 这个好机会 我估计这个其实 可能根本想都没想 我也没想过 他的脑海里呢 两个人的这个 下着棋的时候 应该都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思维了 就是既然白棋 刚才第一时间没有补 白棋已经承认了 黑棋这个人是先手 但是黑棋这个先手 在最不恰当的时机走的时候呢 白棋应该去反击 嗯 这个 或许韩国的女孩子 有这样的敏锐程度 日本的棋手 密罐里跑大的 还是不行 这个 想不到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反击 嗯 他根本 我估计实战的时候 可能真的想都没想就接住了 嗯 但是这个 如果说真的 白棋下出冲断来的话呢 我们 王振兴小姑娘也很危险 对 这个局面就是你 你有再大的力量 这里被冲断 周围都是白棋 你也使不出来了 也只能弃子 但是这个弃子呢 确实在实力上来说 损失那太大了 不是一点点 我想在对局中的 王振兴呢 可能也压根就没想过 白棋这个还能拖起来 也真的有可能 他可能也没想过 嗯 然后现在 挡一个再补回来 因为 嗯 他觉得可能这边白棋该补了 他这边厚了吗 可能想动出 缓了一口气 就是 下腾这样的话呢 局面僵持住了 当然现在白棋得补 白棋得补 黑棋得打吃一下呢 对后面的局面啊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 点会我们能看到 这确实还是很关键的 王振兴呢 他意识到了 他意识到了 这个局部呢 一定是这么定型的 嗯 那定型之前呢 他先打吃一下 嗯 会有便宜 可是他就没有想到 连接会脱线 对 在定型之前 他这个打吃不是绝对的先手 嗯 这个是 他的一个失误 当然 对手呢 也没有抓住他这个失误 算是 逃过一劫 嗯 嗯 现在这个棋呢 还是 黑棋挑这个 应该说 现在这个棋 黑棋还是没有优势 黑棋的优势 还是靠后面 慢慢地提前出来的 黑棋这个地方 被白棋先手活棋呢 实控上的损失 还是挺大的 尤其黑棋外面的这些棋啊 不是很厚 白棋将来还是有接用的 比如说这种点 这种跳 还都是有点接用的 嗯 黑棋的实力上没有优势 就看这边 这个黑棋到底 他能成多少空 嗯 很难 因为这个棋 他都是在高位 他如果这个时候 是在这儿的话呢 一跳 这边全都是黑棋的实力啊 嗯 这个棋 黑棋可能还不错 那这个形状呢 作为黑棋来说 想守住这条边的实控啊 确实有点辛苦 这边牵了点三三 这边牵了打入 一手棋 想把这个空全守住呢 这个应该需要动一点脑筋 实战王神经这部跳呢 其实也多少显得 有一些平庸 有一些平庸 那有什么好办法 能既把这边打入补了 又把那个点脚补了 我觉得太难了 有点难 就是完全实现也不太容易 但是呢 这个跳就给对手 一个绝好点的打入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不太情愿的 因为这个跳 白棋这个打入之后啊 黑棋不可能吃掉这个字 两边都是高位嘛 不可能吃掉 那这手棋可能应该 旁敲侧击一下 从这边的靠 先试探一下白棋的应手 看看他怎么下 通常遇到这样 我们会反击 是上长还是上班呢 长的话可能人家 可以从这跳出来 他就先 那我就转身了吧 我就点脚 那你点脚的话 他定个型 那你这个打入自然就没有了 作为黑棋来说呢 黑棋先动手啊 也只能守住一边 那作为白棋来说呢 白棋先动手 其实也只能破坏一边 可能黑棋本着先去打入 骚扰白棋的这么一个态度 让白棋先出牌 这个地方他自己不应该先出牌 自己一出牌的话 底牌就亮给别人了 别人就知道 应该怎么去下棋了 先逼着白棋先动手来选择 可能会更好一点 他实际上这个跳呢 其实白棋打入之后啊 这个棋就我看这个 看这盘进程的时候呢 还是替黑棋捏了一把汗 黑棋反正首先呢 是肯定吃不掉白棋 然后再有呢 攻击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一个手段 因为人家像是这边拖一拖 然后这边应该肯定能活 我觉得 对黑棋实际上 黑棋的本手呢 姑且就是打钉 如果从手控的角度来说 那白棋拖这个吗 就算跳出去 其实你仔细地点点空啊 黑棋其实空也很有限 黑棋这个脚被掏了以后 就剩下这一点点小的实力 再加上天幕 这个黑棋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它实战的这个靠呢 很凶 这个靠是比较凶 但是这个靠呢 也多少有一些过分 对这个 其实这个从上面走啊 是挺有风险的 因为如果把这个实控 再一次的送给白棋的话 那黑棋掌控的地方在哪呢 白棋这个局部呢 定型定的水准是太差了 这时候白棋的好的定型方法呢 搬一下以后应该飞 白棋如果真下出这个飞来的话呢 黑棋这盘棋就算没有说出于下风啊 但也非常困难了 那可以打吃不就出来了吗 白棋再打吃 那我从上面去 那就活棋就活得非常轻松了 然后再吃 那就算再立下来 或者护一个 对那活其实总活了 那后来活法差太多了 那我还得补一个 那这个 这个跟后来的活法 起码损失一个贴目以上 我们拿这个图可以比较一下 后来它的活法是什么活法呢 它先断一下 这个断一下也就算了啊 断完了以后弯这个 这个已经有点坏气了 这应该飞 飞的话你如果 你如果也是接的话呢 白棋肯定往里跳了 对对对 往里跳 这个活得很轻松其实 你如果虎它挡住 下一手往里去和接上这个 也是健合 这个黑棋是不可能吃掉的 结果黑棋 白棋先弯 黑棋接这个抢手 白棋这个时候呢 还要先打吃一下 这也是一种 太软了 这也应该跳 那不打吃的话 跳人家也靠住 你靠住 那它单做眼就好了 单做眼 它不要做这下交换 以后白棋有肠的味道 相对来讲 对肠完了以后 肠会薄一点 薄多了啊 以后这一段 这个借用会很多的 对我只能吃回来 它实战呢 白棋在做活之前啊 还要把这下 还要把这下打掉 哇这个太俗了 打掉以后再跳 然后靠住以后再做眼 再做眼 人家顶一个先手 对顶一个先手 以后呢 黑棋打吃一下 白棋只能接 也就等于白棋 帮着黑棋去补了一首棋 对 它这首棋就是 逆收一幕嘛 只有逆收一幕的价格 本身它提一个 就等于你搬了一下嘛 以后人家打吃 还能接上 对 这个定型 定完了以后 应该说白棋已经不行了 这个定型 跟我们刚才摆的 理想中活棋的那个定型呢 相差一个天目以上 是 这等于说是 白帮黑棋补了半首棋 是 现在黑棋回过头来 争的先手 再从这儿打入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优势了 已经是优势了 然后压住 活虽然活了 但是这个结果差得太多 这也是日本棋手弱的地方 就是它在子与子 抗衡在一起 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它这种战斗力还是弱 很难 很难走出最强的下法 红床这样 这时候再轮到黑棋下 打入再挖 这个白棋已经 基本上不太行了 然后再吃 这个时候 先吃一下 很重要 这个我们看到了 先打吃一下的 这个重要性了 这是为了引蒸 是 打吃 一掉 然后再吃一下 担上 这个 对 这个黑棋可以提到这朵花呢 应该说 打入的收获是非常的大的 对吧 这个白棋全都压在二路上去了 然后自己在中间还提了一朵花 是 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边太厚了 白棋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什么太好的抵抗手段 长到这的时候 黑棋我们看 黑棋中央出了很多的潜力 对 怎么感觉有点像 武功老师的宇宙流 其实呢 其实白棋活在这块棋之后 黑棋全局的这个实力呢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但是黑棋之所以 我们判断黑棋是优势 主要就是黑棋中央的潜力 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时候其实啊 白棋是不是应该赶快的去破坏它 是的 从这边出来 对 陈琳说对 要么走这个 要么走这个 这个时候呢 是白棋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扳平局势的一个机会就在这 绝对不能够允许让黑棋中央成大形式 当然你走这个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他在这里标一下 然后下一手争取把那个靠断 但是这个作为劣势的一方来说呢 这是必须要征胜负的一种 想法 一定要走这个 只有走这个 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战斗 比如说你并 他在靠断 不管发生什么战斗呢 这是必须要走的棋 唯一的一个有希望的一种选择 这个白棋确实不够你 我觉得白棋一定要拼 因为如果走到这 其实我还怕人家围呢 走这个他已经不太好围了 其实 你要围的话 就光这边因为他还有钻嘛 这里也有钻 光号围这几木棋呢 可能不太容易 他黑棋可能还是会反击 你走在这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反击 反击的话那就再说了 这个局面会变得混乱一些 总要拼一下 总要从这拼 这个时候呢 白棋这手棋随手一压 我觉得这手棋是白招 就这盘棋的真正白招是这个 太缓了 王晨星这时候很敏锐 好有大机关的一手 这个地方连下两手棋 把这个口就给扎住了 黑棋再也不用担心 白棋从这儿给有什么冲击了 那走到这儿以后 这个白棋应该不太行 这个中间的形式啊 我就是眼见着白棋是月城 不 黑棋是越城越大 对 对这个口白棋是出不来的 这个 这时候他坚冲在这儿 这是胜负手 打吃一下 这时候白棋的本手实际上 也就是中央跳一跳 但是这个肯定 那他知道 他如果这么下的话 他不够了 所以要拼了 对 黑棋呢 在这儿拿捏局势还是不错的 那这时候又跑去打入了 那这个打入还可以 他没有继续的去围 对因为白棋这地方形状有点薄 黑棋这个打入呢 在捞一些时控的同时啊 他要求逼着白棋从这儿补回去 这个王晨欣下来还是不错的 嗯 你现在要是补回去的话呢 他这个还是实际上有收获 嗯 那白棋肯定不肯单关这样去补回去 但是白棋实战从这地方靠呢 他要求从这条线连回去啊 也是有问题 嗯 问题在于哪呢 就是白棋实际上走的这些棋啊 都是单关 是 然后黑棋一边要着他的眼形 一边自己还成空 是 而且呢 白棋在往中央这个去拼搏 去挣扎的时候呢 黑棋还有这种那块的关子便宜 对啊 还要再继续的 再捞你 应该说这时候 白棋补回去 这时候双方的差距逐渐拉开了 这个很不想下 很痛苦 很痛苦 但没办法 很不想下 要不然被他一顶 你这个大龙是有缺陷的 嗯 黑棋再压过来 中央的空越来越多了 嗯 这时候断 然后这边这一扳 我这边又成了好多空 王晨欣这地方下的也比较灵活 他没有理他 嗯 然后就这个 白棋在这儿呢 虽然是有一些 有一些挣扎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中央的空啊 被黑棋 完全的给封堵了 对啊 我就感觉 忙里偷闲的时候 黑棋还在这边打入了一个 那这边的空还依然都在 这个就是后市的力量 就是因为黑棋全局实在是太厚了 白棋把一些不该交换的棋 都交换掉了 黑棋中央的一些 本来有可能被利用的味道呢 也没有 所以黑棋利用这种后市 围的这个木啊 白棋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嗯 打吃 沾上 嗯 再跳过来 跳这个 对 这时候实际上双方的差距已经逐渐的拉开了 对而且无形中啊 黑棋的空怎么就是突然间 这个地方突然间围了这么多空啊 感觉在我印象中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划手术 嗯 那这个点是 自然形成 这个点呢 应该说是黑棋对白棋的最后一击 致命一击 这只有结 这个不能死 然后一冲 再冲 因为全局黑棋 全局黑棋特别的厚 所以呢 形成打结之后啊 白棋根本就没有与之抗衡的结材 这时候打吃一下绝好的结材 你连结都不敢提 真是 嗯 提回来 这是白棋已经不能接了 白棋接黑棋接两块棋 必死一块了 已经是 他也没办法 只有 选择 只有选择把这个大龙再回淘 但是这个时候呢 黑棋一提掉 黑棋一提掉 下面白棋这里还要补气 对 那白棋其实就补回去不就完了吗 白棋 白棋也是只能补 白棋只能补 但是黑棋以后打吃牵手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赚得了五六母棋的这么一个平白子吧 来了五六母棋的收获 便宜 那这时候呢 双方的差距其实就逐渐拉大 实际上我觉得白棋的这手棋打吃啊 这手棋打吃应该说是球头场 对 这个打吃啊 现在明显 明显不行 对啊 黑棋打进来 白棋这么重的一个结 怎么去找 黑棋 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已经不能硬了 白棋如果再硬的话 提过来还带着响 提过来不是只好走着 那就更亏了 他这时候也等于是在提结 然后黑棋把这个提掉 那这样我觉得相当于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对 对于白棋来说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经丧失斗志了 就被黑棋打到这儿呢 顺便的下法是寻找一个认输的台阶 是 然后呢 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这个报道 然后说提到这儿的时候呢 就是日本的向井签鹰啊 已经收拾棋子了 就把棋子已经收了 然后说这样的一个局面已经很难挽回了 所以他都放弃了 那这个棋确实黑棋的优势也是比较大了 最终呢 王晨星中盘获胜 获得了五连胜 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了 各位旗友 我们的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齐拍乐 要和您道一声晚安了 奇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旗友 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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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